今天的说新闻要带大家来关心 新冠疫苗研发进度 各国陆续传来捷报 除了美国现在就离英国牛津大学 和阿斯特吉利康公司AZ 共同研发的新冠疫苗 也公布了好消息 因为他们在日期临床试验中 有99%的受试者 打完两剂后也出现综合抗体的反应 但是对照美国和英国研发出的疫苗 其实价格上也有很大的差异 因此接下来我们也整理了表格 可以来看看到底差在什么地方 首先来看看美国莫德纳的疫苗 目前专家就预估说 大概一剂是落在435元 但它保存温度的条件大概是2到8度 一般冰箱的话 它可以放一个月左右 相较于有效性 目前是来到94.5% 只是它目前并没有在 COVAX的首波名单 但是指挥中心也说了 莫德纳其实我们在8、9月份的时候 已经有率先来跟他们接洽 那再来还有一大厂商就是 在近期比较早先传来 这个疫苗进度上好消息的就是 美国的大厂辉瑞以及德国B&T 他们共同研发的疫苗 应激的价格偏高一些些 大概是556元 这是它的条件比较严格 它必须要保存在赴70度的 非常低温的环境之下 因此如果要买这个厂牌的疫苗的话 恐怕我们就必须要准备好 有相关很专业的冷链技术来运送配送疫苗 那它目前的有效性在实验阶段 已经达到了90%以上 COVAX的首颇名单也可以来透过这一批来购买 那再来就是今天的目标 就是牛津大学和AZ公司 他们宣布的好消息 研发的疫苗因为他们是属于 腺病毒载体疫苗 成本来看会比前两间这个药厂来的低 一剂有机会来到84元 真的是其实差蛮多的 那加上它也不需要非常低温的冷藏 二刀八度就可以 那还可以放在这个冰箱冷藏 因此看起来目前这个条件上来讲 比起前面两家 它算是比较好来处理而且保存 那再来呢我们稍早也有提到 它目前是99%的受试者 接种出现抗体 而且是涵盖所有的年龄层 在长辈之间的一个效果也是蛮好的 那目前也有列在COVAX的首颇名单 那五国八九月份的时候 也有来接洽这样的厂商 只是目前它的一大疑虑 就是包括了在日前 在整个研发进度的时候 牛津的这款疫苗在试验阶段 强行爆出受试者出现了罕见的脊髓炎的症状 甚至还有出现死亡个案 经过评估之后 他们一度中断了这个计划 后续才持续展开研发 那这款疫苗指挥中心也说 虽然目前有进步接洽 那目前最新的消息还包括20号晚间 指挥官城市中在出席活动时更透露 近期与疫苗厂签约已经要进入到负定金的阶段 也希望这次是可以有实质的进展 尽快采购足够的疫苗给国人施打 我们有一些疫苗已经签约了 是直接跟厂商签约 这个月都要签很多次的啦 当然你签判谈判保密协定 然后一层一层 然后到现在我们要把定金付了才算是 就定案嘛 准备付定金的阶段 我们要付定金啦 早在六七月开始就跟不少药厂接洽谈判 讨论各种可能性 阿中部长强调目前选择的新冠疫苗 在临床试验中不论是成效还是可能性 表现都相当不错 但究竟和哪些厂商进行合作 以及拿到的数量多寡暂时无法透露 另外在COVEX平台哪些疫苗有选择权 陈时中则是透露 目前首播名单内已经有三支可选 那前三支所公布出来是 Astragenica跟那个Biotech 然后跟Sanofi 我们现在选择这三支都保留在 我们的可能性之内 我们还是要想要弹性稍微大一点点 只是疫苗到底何时能供货 开放民众施打 部长坦言不论是国内外生技场 还是COVEX平台都无法明确告知 确切时间点 不过以目前进度来说 应该不至于拖延太久 记得综合报道